底下再说 而为知无名 与法性本为一体 凡夫对这段事情呢 不了解 真正搞清楚之后 我们才明了 原来整个宇宙 跟我是一体的 所以法身菩萨那个爱心 远远超过 实法界里面众生 那个爱心 真正能够做到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玄义 为无名与法性 如冰是水 如水是冰 因冰水亦如故 无福托 这是法华经玄义里面 所解释的 它是佛 所看到的事实真相 在佛来看呢 无间地狱跟石暴土 十一不十二 可是我们凡夫呢 就觉得怎么样呢 石暴土就是石暴土 凡圣同俱土 就是凡圣同俱土 绝对跟其他的土不一样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迷了吗 真正觉悟人呢 原来极乐世界就是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就是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观点的转变 现在我们确确实实实感受到 二苦三苦 五苦八苦 怎么办呢 方法是有的 那这个方法 经典里面 佛菩萨都告诉我们了 告诉我们之后 我们要能够接受 要能够一教奉行 谁肯做 谁当下就能够得到 殊胜无比的理 无诸分别 即不二 即是如 法界离体 不二平等 故云如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要向佛菩萨学习的地方 我们现在凡夫麻烦在哪呢 六根脑一接触到外面境界 马上就分别 接着呢 就有知足 所以这段事情呢 很麻烦呢 那个会用功的人 会用心的人 他见色文生 不分别 不知足 您哪一天不分别不知足 当然就不会起烦恼了 其实呢 我们稍稍 少分别一点 少执着一点 你就会发现什么 那个烦恼就轻一些 烦恼少一点 你那个快乐就多一分 真正深入大圣经典 我们才明白一个道理 原来烦恼不是任何人 可以给我们的 快乐也不是别人可以给我们的 智慧也是如此 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自己造作 自己受这个果报 所以那个会修的人 会学佛的人 他六根 接触到外面 色身相为触法六神境界的时候呢 真正可以做到 不分别不知足 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功夫 因为他已经知道 外面这些现象都是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金刚经讲得那么清楚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所以哪天呢 如果你在跟别人要吵架之前呢 要把金刚经这句话 赶快提起来呀 或者没有跟人家吵架 只是心里不高兴 也把这句话念一下 有人说 我念了之后 还是会生气怎么办 还是想跟他吵怎么办 有一个方法 你走到房子外面去 转两圈 再回来 你在外面转个两圈呢 这个当中 你就念佛 诶 念个五分钟到十分钟 再回来 跟这个人要交谈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到什么 自己那个火气啊 脾气呢 就减低很多 心平气和的人 说话就不一样啊 他就比较理智啊 不会那么冲动 前面呢 其实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念老呢 非常慈悲 再做一个说明 无诸分别 就是不二 也就是经上所讲的如 什么叫做如呢 相如其性 性如其相 古大德常常举个比喻 以经做气 气气皆经 黄金制作那么多的首饰 仔细看这些首饰 他的体都是黄金 体如其相 相如其体 所以无诸分别 既然相就是体 体就是相 你还分别什么 所以诸位同学 下次哦 您再去外面 这些商店买东西 就不要再调三减四的了 我们人呢 分别心重啊 其实对自己不好 对别人也不好 在2016年呢 悟生第一次 跟随师长到欧洲 那么那时候是在法国巴黎嘛 第二天早上 我们几个同修呢 就约好 到附近的家餐厅 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们就去附近的一个 跳蚤市场 去购物 因为悟生第一次到欧洲嘛 所以已经去过欧洲的同修呢 就提醒悟生 你要买这些东西啊 不可以自己去拿 你跟那一个 摊主 摆地摊的人说 你要什么东西 他会帮你拿 而且呢 放在袋子里面 你不可以自己去挑选 我们就说 为什么 我们在澳洲 在美国 不都是自己拿呢 欧洲人 不是这样子 他们是 主人帮客人 自己挑 这个做法好不好 其实也很好 为什么呢 就把我们客人 那个分别心怎么样呢 就放下了嘛 你就没得选择咯 一定要听别人 这个 安排咯 所以呢 那个 功夫越高的人 他遇到任何境界的时候 都不为之所动 下面再讲 诸法皆如 故云如如 佛法太妙了 两个简简简单单的 如如 就把一切法都说尽了 他就包括什么呢 性向理事因果 一个不弄 能够做到 诸法皆如 这个就是佛之 佛见 所以念佛人呢 也要懂得 诸法皆如 在一切静缘当中 要练习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我们要晓得 一切法从哪里来呢 都是阿弥陀佛 献出来的 阿弥陀佛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体 就是我们的心性 所以三十七年里面也讲到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 阿弥陀佛就是我心里面的心意